我是周队长 今天讲解1964年的一部科幻片 这个片名比较狠啊 中文翻译是碧海狂魔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 一对年轻的情侣把游艇停在岸边 打打闹闹 轻轻我我 别有一番滋味 就在女子刚从游艇上跳到湖里 男朋友随后一个猛子跟进后 一个诡异的事发生了 女子拍打着水面 笑着说老公你别闹了 快出来啊 而随后在湖面变得异常平静 女子听到一阵怪声 随后就一片黑色的液体 围绕着女子在湖面里面四周扩散起来 女子一伸手原来是一滩血迹 就在女子准备求救的时候 女子直接被神秘物体吸到了海里 再也没有飘上来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难道她是尼斯湖水怪吗 另一边 一个叫小红的女演员 携带着助理到码头和一名飞行员迈克 砍好合适的价格后 小红就乘直升飞机 开始了自己的度假之旅 小红躺着飞机后座上 幻想着这次的旅行是多么的美好 而突然间飞机失去了动力 飞行员迈克只能迫降到一处无人的小岛上 小红生性傲娇 刚刚还在飞机上做美梦 一下子就被扔到了小岛上 难免有些心理落差 被迈克抱下来后就一直耍脾气 而就在这时 小红的助理一声尖叫 原来是海里走出一个穿潜水服的人 原来此人是一名教授 常年隐居在这个荒岛上 和教授一番熟识后 就在大家想借着教授对岛的熟悉 收拾行李准备扎营过夜的时候 小红啊的一声叫住了众人 原来小红在海滩边看到了一个无名骷髅 诶 无名骷髅手骨上牵制的比基尼衣服不放 这难道不就是开头遇害的那名女子吗 怎么会飘到这里了 另外这是什么怪兽啊 吃的只剩下骨头了 依教授的经验 这人肯定是被鲨鱼干掉了 或者是被专吃腐肉的秃鹫 啄成这样的 迈克其实是有疑问的 扎营过完夜就找小红助理探讨了 这个人股骷髅如果是鲨鱼或者秃鹫干的 那教授藏期在海里潜水 他怎么没有问题啊 而小红在海边享受日光的时候 教授看小红曼妙的身姿 就过来想强行和小红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 还好小红跑得快也就躲过去了 在这荒芜人烟的岛上 暂时救援的人还赶不到 小红晚上就借酒消愁喝得烂醉 而白天醒来后 教授率先带领大家 又发现了一个蹊跷 海滩边有一堆烂鱼啊 只剩下鱼刺了 忽呼地走到礁石边却发现了一堂神秘的 发光的类似蝌蚪的微生物 迈克和教授分析出 这些微生物具有腐蚀性类似硫酸 很有可能就是骷髅尸体和鱼刺的来源 而迈克把小红从礁石上抱下来的时候 右脚不慎滑落沾染了一些微生物 微生物瞬间蔓延到迈克的腿上 一刹那迈克的小腿被灼热的温度腐蚀了 整个腿的肌肉变得面目全非 叫瘦健壮 拿刀割开迈克的小腿肌肉隔绝了微生物 小红助力也用自己的衣服给迈克赶紧包扎上 而教授事后收集这个微生物 准备拿回去研究一下的时候 装微生物的金属盒也被腐蚀了 其实后来教授还是拿特殊容器 收集到了微生物的样本 虽然又有一个渔民打鱼的时候 也飘到了这个岛上 但众人在岛上基本是担惊受怕的 毕竟连海面上都飘着这种 肉眼可见的不明的微生物 大家坐在一起 互相吐露一下各自的人生经历 可以说可以抵消一下对未来的焦虑吧 而迈克和小红约会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巨大装置 教授就走上来坦诚了 其实自己发现这种微生物和海水的正负极 可以做一个发电机 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后续的更好生活 大家就很开心啊 还好在岛上有教授这么有学识的人 可以带着大家 而接下来发生的是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教授表面上请渔民喝啤酒 其实是啤酒杯里混了有微生物的液体 后果可想而知了 喝了啤酒的渔民肠胃瞬间被严重灼伤 渔民就成为了教授的试验品 这还没有完 教授把渔民死前的呼喊声用录音机录下来 然后用小木船把渔民送到海滩的不远处 当着迈克种人的面在小船上反复播放渔民的录音 制造了渔民自杀的假象 很快小红就在基地发现了教授的蹊跷 教授这是在用这些设备发酵这个微生物呀 说的简单点就是 教授借用了渔民的肠胃 然后想把这个微生物养大 小红本想和教授用美人计套点近乎 没想到教授已经对小红失去了兴趣 直接接完吻就捅死了小红 其实到这里故事也不用卖关子了 直接揭秘谜底 故事一开场的女子变成了骷髅 和迈克被灼伤其实都是这些微生物干的 而教授的真实身份是前纳粹化学科学家 教授在岛上和众人发现这个发光的微生物时 教授一眼就认出这种微生物 就是以前纳粹在秘密基地研究的生化武器 就是直接可以腐食人类的肉身 当时本来是想投入战争用的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继续下去 教授就想把这个微生物养大成为自己的武器 可教授也太天真了 他拿枪威胁迈克连接上海水的正负极 养大微生物后 却让教授失望不已 因为微生物长大后 直接变成了一个超级怪兽 根本不听任何人的使唤 直接就是要吃掉众人啊 众人健壮也只能是溜了 还好混乱中没死透的小红找教授复仇的时候 被教授从小山坡扔了下去 小红从小山坡上翻滚下来 手上的刀却最后滚着滚着 捅到了怪兽的心脏 怪兽就这么阴差阳错的 被小红临死前捅死了 也是让教授和迈克又惊喜又震惊 这样逻辑推理一下 那海里的这些微生物 也应该是有微生物主怪的呀 捅破主怪的心脏 不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吗 就在教授迈克和小红助理 三人勉强达成一事的时候 去打主怪 教授一个不小心 直接被海滩边的微生物灼伤挂了 就在这时 巨大的主怪也现身了 迈克勇敢出击 迈克仗着教授发明的防护潜水服 直接拿着打气筒 跑到主怪的心脏位置 给了主怪致命的一桶啊 就这样突如其来的 主怪直接挂了 小红助理连忙去搀附 累个半死的迈克 在这岛上经历这么 惊心动魄的几天 现在两人一定要找一个地方 好好歇一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